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在知乎大模型训练各种模型上线训练过程中的落地场景 以及一些技术的细节 然后呢我们也会提到 关于目前的比较流行的大语言模型LLM方面的训练情况 最后呢做一些总结和展望 现在我们能够了解到就是大模型这段时间特别火 其实在深度学习机器学习之前也已经火了一段时间 那么他们在业务场景中的应用情况其实是比较多的 然后又是很多需求场景需要用的 现在我们所了解到的国内已经有超过 接近超过上百个这种大模型的名称 大模型的案例在进行一个同步的大家一个研发跟训练 但是通常我们碰到一个比较 最近看到一个比较显出的问题 就是挑战 就是说大家发现GPU越来越贵 GPU也越来越紧缺 但是在我们训练的过程中 GPU的利用率却不是很高 然后呢因为随着数据的越来越複杂 模型的规模越来越大了以后 大家发现很多时候数据 GPU它是属于等待数据 等待Data准备好Ready的情况下 导致了GPU很长时间都是属于等待并空转的状态 所以平均的GPU利用率比较低 另外呢我们在模型训练完以后 要上线到业务容器或者业务的节点的过程中也发现 一个模型它需要很频繁的去更新 然后业务节点的节点数量有很大的情况下 那么我们模型去做一个整个的上线 需要花费比较大的代价 需要经历很长的一个时间 这个对于我们算法的同学或者是业务的本身的业务线来说 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不能接受的一个困难点 那么在有这种挑战的情况下呢 业务侦还需要一些其他的方面的压力 尤其从业务的角度出发 那么比如说我们的搜推网 我们的这些模型 我们当然希望有更快的模型开发时间 更快的迭代时间 我们希望更快速的一旦拿到了用户的一些行为方式 或者用户的一些偏好 能够快速的更新到模型 然后给推到用户身上 然后提高我们用户的体验满意度留存 另外呢我们也知道 越来现在数据的更新频率也越来越频繁 我们也希望在数据模型训练的过程中 能够使模型的训练的准确度更高 然后在中间每一个appbook都能够追溯 在哪一个appbook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 对吧 我们做一些微调 最后呢就是我们也能感觉到 蔚蓝模型的规模越来越大了以后 我们的训练数据集也会排量的 或者说不可控的去进行一个增长 那么应该有这两个挑战 通常我们现在看到的解决方案 可以看到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数据它会存储在一起 分开很多数据中心去存储 当我们要训练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把这些数据用手中的方式 去做一个数据的迁移 拷贝放到GPU咨询 因为GPU咨询本身比较关注于计算 它本身的存储能力有限 对吧 所以台量的数据通常是会放到一个 专门的数据中心 存储存储之顶上面去 所以这里面就会牵涉到很多的数据 迁移啊 拷贝啊 人为的去管理的一个复杂度 或者为了更快的把数据 色或者位给GPU去训练 我们会用一些比较非常昂贵的 代价很高的一些专用的存储系统 比如说一些超端的存储 或者一些专用的高速存储系统 那么这个方案呢 可以解决让GPU 或者数据的速率更快 可以让GPU的利用率提升 但是它本身带来的代价是非常高的 那么最后呢 如果我们选择上云 把数据或者计算 跟云上面的制度设施去结合 做一个混合云的部署 或者多云的部署 当我们的训练级未来变得越来越大 或者需要训练的模型的 需要的计算量越来越大了以后 我们会遇到一个 云和制度设施成本不可控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么Arluxo作为一个分布式数据平台 数据编排系统 它主要是要来解决在我们的计算层 这个计算层 其实不仅包括有 机器学习的这个引擎 TensorFlow Python这种引擎 也包含了我们前处理 或者一切二数据抽取 数据侵蚀的 Spark Flash ProTreno Pype这样一些大数据分式的引擎 在这些引擎的制装引擎 跟我们现在用的一些 比较通用的存储系统 像S3啊 HDFS 分布十分级系统 Asia Google Cloud 或者Saf 这样一些对上存储 这个制装引擎跟存储之间 搭建一个更快速的 数据访问通道跟桥梁 来使得我们的整个 技术学习的训练 上线 数据处理 做更好的一个服务 那么这里呢 我们看一下 就是Aluxo能够提供更高性能 更可扩展的 AI和Machine Learning Deep Learning的数据管道 同时呢 我们也可以及时地获取 更准确的模型数据 如果有的时候 我们训练到一般 有些数据发生变更 那么Aluxo也会及时地 把这个发生变更的数据 同步跟反映到Aluxo里面 来实时地服务给 上层的计算引擎 在数据编排这个技术 跟工具的加持跟负能下 我们是不需要用手工 人为的 很多人为干预的方式 去迁移数据 复制数据 拷贝数据 因此呢 我们可以提供更快速的 更高效的模型训练 以及更快速的模型上限 相比于传统的 传统的树仓 跟传统的现有的一些 对象存储 能够提供更快速的 模型上限的这样一个能力 那么这张图呢 我们就展示了 至于Aluxo 怎么样能够通过Aluxo的 数据访问的接口 转换能力 以及在中间把 重要的数据数据 进行缓存的能力 相比于以往的AI 大数据分析之间 它们之间的存款分离 的割裂的性 能够降低AI大数据 集成成本的同时呢 更高的提升GPU的 有效利用率 发挥GPU本身的效能 来从而最终能够 降低成本 提升我们训练效率 那么这个架构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Aluxo中间 其实针对所有的 分布式的这种存储 构建了一个虚拟数据 在这个虚拟数据树上 提供了数据访问层 自为给训练的这样一个任务 那么可以把训练数据更快速的提供给训练引擎 训练完的模型进行多次的迭代 把最终生成的模型 以更高的效率能够上限到所有的业务容器 所有的业务节点 来完成整套的训练上限的这样一个流程 跟这样一个任务 好 下面我交给孟宇 谢谢川普老师 我是来自知乎大数据团队的孟宇 很荣幸在这里 跟大家分享 来所在知乎的落地产 首先来看一下 我们知乎的多余混合架构 我们当前是有多个机房 其中最主要的是 下四个机房 第一个机房是离线机房 它主要部署我们的数据平台 OLAB引擎以及离线程度和离线调度 像大家比较熟悉的HDI-1的样 这些组件都是部署加我们的离线机房 它主要是为业务产出一些比较重要的报表 然后另外一个重要的机房 就是我们的在线机房 在线机房是为我们知乎主战 主战的用户直接提供服务 像我们的评论 回答 推荐 搜索 都是在我们战线机房部署 然后另外两个非常重要的机房 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GPU机房 GPU机房它只用于部署机器学习平台 机器学习平台为我们所有的算法业 提供了以战式的模型训练和上线解决方案 那么机房之间是通过机房专线进行连接 机房专线时代的重要 而衡量机房专线时候稳定的重要指标之一 就是我们的机房流量 大家都知道模型在训练的时候 它会读取很多的数据 这些数据一旦读得非常的猛 它会把机房专线打得很高 然后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我们给业务提供了一个自研的数据接入成组件 然后来避免机房专线给它卖 接下来介绍我们的自研的数据 然后它的名字叫优廉史座 优廉史座顾名思义 它就是联合存储 它联合了HGFS与对象存储 然后它本身对外是支持对象存储协议的 所以它可以用一个开源的数据 叫做S3FS field 然后来把UniScore上面的文件挂载到模型训练游戏的本地文件目录 这样的话用户就可以通过UniScore来直接访问HGFS上的文件 另外来看一下UniScore它是如何关联两个文件系统的 首先是如果用户他向UniScore读取文件的话 UniScore会做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他会先看本期行的对象存储是否存在这个文件 如果存在这个文件 他就会直接从对象存储上把这个文件存出来 给模型训练游戏返回 如果是不存在这个文件 UniScore会从UniScore把这个文件上回来的对象存储 再从对象存储返回给模型训练游戏 这里相关于我是用对象存储 做了一个本机房的缓存 从它的使用过程以及它的设计中来看 它其实是有以下缺点 首先第一个问题是它是一个指读的组件 指读的组件也就意味着用户在训练完模型了以后 它的模型还是得写回GDRM 这就造成了用户训练的时候 它会有两套文件系统带 第一套是本地文件系统 第二套是FGDRM的文件系统 这对用户来说是十分的不友好 第二点是它的性能是很差的 因为它是完全基于对象存储来做发生的 对象存储的单线程图许的速度 大约是在10兆币每秒到30兆币每秒 这是一个非常差的数字 第三点是UniScore它的元素就是强依赖的GDRM 在HDMI曲线走动或者是然后UniScore它就是会造成UniScore的不可用 或者是直接挂掉的情况 然后第四点是S3FSFuse它会放大HDMI情绪 因为我们这里是把HDMI抽象成了对象存储的API 然后又把对象存储的API通过S3FSFuse 抽象成了Postex的API 所以这里它的企业爆发是非常严重的 接下来也是最关键的一点 就是我们在今年年初开始的大约模型训练的项目 它对我们算法反正就我们提出了更高的 训练数据图取的性能需求以及安全性需求 然后以前训练的时候无非就是mine 然后业务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他们当以前用的GPU是V100 然后它不是很贵 然后现在因为我们大模型训练用的都是A版的GPU 那个GPU是非常非常贵的 哪怕是模型迭代的部署 每一步多一秒 然后在每天下来都是几万块钱 所以在这里我们架构我们就面临着两种选择 开源寻找一个开源的组件 然后来替代我们的UNESCO的使用场景 然后基于当前大环境不停气 以及人力资源非常的宝贵 我们选择开源的解决方案 然后既然是选择开源的解决方案 市面上的开源组件又非常非常的多 那么我们要怎么去选择它呢 首先这得基于我们的需求来出发 我们从我们自然组件的使用中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需要开源组件有以下几个功能 首先是它必须要有缓存功能 来解决我们专线的问题 首先是透明缓存 我们因为不希望用户去做一些非常trick的改造 以及说做一些迁移的工作 我们希望我们把我们有的时候替代了以后 就能够直接上线 然后业务也不需要改造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希望它有高性能的缓存力 就是我们选择开源组件的目的 其实就是因为我们自然组件的性能很差 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一个高性能的缓存组件 不然的话我们相当于做了这个事 相当于白打过 另外就是我们 我们其实在国系训练过程中 用到了对象存储协议和Postco的协议 所以我们希望开源组件的协议要非常的丰富 用户接入起来非常方便 第三点就是我们希望开源组件的性能 要越超对象存储 因为我们当前用的就是对象存储 来作为一个跨原判存 然后它的性能是很差的 所以我们希望它的性能要越超对象存储 最后就是我们大模型训练它的数据集和模型 我们需要一个加密的保护 所以我们希望开源组件也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些权限的管理 基于以上需求 其实我们调研了很多的方案 最后选择的是当下也是比较流行的一个数据编排组件 它的名字叫Olasio 然后可以看到Olasio其实有很多的功能 虽然大部分功能我们都用不上 就是我们能用上的功能 就是已经能够换成我们的需求了 比如说它有缓程 然后聪明的缓程 高性能的缓程 这是直接命中的缓程 它还额外有原数据缓程 原数据缓程就可以有效的降低 我们HDIF和Dimload的负载 然后什么的友好 然后另外它的统一命名空间 就是有丰富的UiFans支持 然后可以挂在对象存储和HDIF 它以及很多很多其他的文件系统到它上面来 然后来对文件系统做一个缓程 并且因为Olasio也是一个用户的文件系统 就是有用户名的那种文件系统 它是可以全线打通一些DiFans 对我们来说就是可以提供一些简单的全线管控 然后它的协议 接入协议也非常的丰富 它有对象存储协议 Postex的协议 然后这两个其实就满足了我们上一张PVT的需求 因为我们需要它有这两个系统 然后它还额外提供了Lagature Java Client 然后以解决GDiFansSystem的接入方式 然后最重要的一点是 原来所有的社区是非常活跃的 我们其实在调研的过程中 发现了很多用户上线的案例 然后我们也发现了有很多大厂 然后也在用它 我们相信在这么多大厂倍数的情况下 它的性能和稳定性都是可以保障的 所以我们毫无疑问的选择了Lagature 那么选择了Lagature 我们并不是说盲目的就相信它 我们也要对它进行一些测试 这也是一个POC经常做的事情 然后Lagature的Postex系统 它是通过一个Lagature Fields的重建来提供的 然后这里我们就对Lagature Fields 进行了一些性能上的测试 然后Lagature Fields的配置 非常非常的简单 基本上就是社区提供的默认配置 只不过是把一些内存给增加了 好 我们这里测试结果 我们是以本地磁盘来做测试基准的 然后本地磁盘的顺序图和随机图 来作为Lagature Fields的对照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Lagature Fields它在图1G文件和10G文件的时候 它是可以达到本地磁盘顺序图的 大约90%的一个性能 然后它在图100G文件的时候 它的性能会急剧的下降 下降到了本地磁盘的一半 这是因为我们给的容器的总内存是40GB 然后40GB它是小于100GB的 然后因为我们又开了那个内核数据缓存 所以它是没有那么大的内存 来缓存这100GB的文件 所以会造成它的性能急剧下降 但是就算这个性能急剧下降了 它也是满足我们的需求 因为我们大模型训练它也不是只读数据 它也会进行一些GPU上的计算 所以这个速度不是越大越好满足需求就行 好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Fills随机读的一个性能 Fills随机读的一个性能 大约是本地磁盘随机读的一半 然后也是能够满足我们的需求 因为我们在大模型训练的时候 它是随机的读取一段数据 它可能是在SIT的时候 就是找那个文件Oversight的时候 它可能会随机读一下 然后后面就是会读一小段文件 还是相当于顺序 所以也能达到一个比较多数 另外我们遇到了一个 我们需要的Valaxio的一个协议 就是它的对象存储协议 它的对象存储同样也是通过另外一个组件提供的 叫做S3Project 然后这里我们对S3Project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测试 我们对比了HGFS UnitStore以及Valaxio这三个组件 UnitStore是我们的字眼组件 然后这里我们没有给Valaxio任何的调优 我们只是把它的盘换成了NRME盘 相当于用钱包攻击这两个组件 然后可以看到100GB文件热读的时候 UnitStore其实是能够达到我们字眼组件的6到7倍 然后它在冷读文件的时候 是可以达到与HDF近似相同的速度 当然它肯定是调达我们字眼组件的 因为我们字眼组件它是不支持冷读的 它一定会把用户的请求卡住 直到它把车完成了以后 钱账用回去 可以看到UnitStore提供的两个行李都是 性能都是比较好的 然后也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接下来就看我们是如何使用UnitStore 然后来上线到我们的大元模型训练 既然聊到了上线 那肯定离不开部署 然后我们Elaxio在我们内部的部署 其实经过了几次迭代 目前我们是找到了不影响性能的前提下 找到了一个最省钱的部署方式 通篇都充满着酒 然后我们看一下Elaxio主要的两个主件 首先第一个主件是Must 然后它的Must Must就有一点类似于我们HDFS的Limload 它是提供一个原数据管理的服务 然后另外一个它是真实提供服务的主件 叫做Worker 然后就是类似于我们HDFS的Datalone 然后Must非常非常的重要 这里我们是要保障它的高SLA 所以不得意我们是买了三台机器 不得意才买了三台机器 然后来专门部署Must 这三台Must是用Rough的协议进行一个同步的 然后来做HNA 另外我们的Worker部署的就非常的结局了 就是说我们把Worker跟我们的GPU机器部署到了一起 然后为什么可以跟GPU机器部署到一起呢 因为我们发现训练的时候 GPU机器它其实它的GPU用的是非常慢 但是它的CPU内存以及磁盘 都是非常非常棒的资源 但是它们没有用上 所以我们把Worker 把Worker跟它们部署到一起了 正好可以用上它们闲置的资源 这样的话 是可以达到一个降本真效的对比 另外我们在部署 VlancioField的时候 是和Worker部署到了同一个POD里面 K8S的POD 然后Vlancio有一个非常异的功能 就是说你客户端和你的Worker 如果部署到一起的时候 它们如果有同样的IP浪 你的客户端就可以直接Worker的磁盘 然后省去网络开销 这个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 我们计算了一下 它能够省去我们数据交换 大约有50%的流量 非常非常棒 好 聊完了部署 我们再来聊一下 我们是怎么用的还是 众所周知啊 大模型训练的数据集 以及它的模型本身是十分的珍贵的 然后基本上可以算是我们公司的宝贝 我们希望算法用户在使用它们的时候 能够受到严格的权限管控 来避免公司的资产外泄 所以这里我们用了一个具有安全策略的黑箱 XDLS 什么叫黑箱XDLS 就是我们大模型整个训练的过程中 然后整个环境都是在一个隔离的网络环境中进行的 这个环境我们就把它叫做黑箱 那么黑箱里面搭了一个XDLS 这个XDLS就叫做黑箱XDLS 简单的理解就是黑箱里面的服务 它是不能够访问黑箱外面的服务 黑箱外面的服务也不能访问黑箱里面的服务 它们是用云厂商的网络策略 以及一些IPTables的规则 然后进行了严格的限制 黑箱XDLS的数据 它是怎么来的呢 是我们的算法用户在一线机房 用SPAG 然后清洗了一些原始的数据集 然后产出了一些比较优质的数据集 然后通过一批特殊的机器 导入到黑箱里面 然后这批特殊的机器 它是唯一能够访问黑箱 与黑箱外面的机器 然后它受到严格的管控 它只会运行一些数据导入导出的程序 并且它会被我们严格的监控 只有管理员有全线登录的 这个数据集在把握了黑箱以后 我们就涉及到数据集是如何使用的问题 这里我们其实把模型训练容器 直接访问HDFS的请求都给禁用了 我们是把HDFS挂载到蓝球场面 这里两个HDFS都挂载到蓝球场面去了 然后蓝球也提供了什么挂载 所以可以像外面的人 挂载到蓝球的时候是一个指纹 它是指纹进不能出的 所以也是能够保障我们的安全 然后用模型训练在使用这些数据集的时候 然后就会直接通过蓝球Fuse 挂成本地步路来读取文件 然后进行一个训练 好 训练完成了以后 就会涉及到模型的上限 模型的上限就会 它们是直接把数据写 通过蓝球写入到黑箱以后 然后再通过我们这一批特殊的机器 写出到底线的这两个 还供其他的服务读取上限 然后来训练我们的模型 好 整个流程是十分的安全的 并且我们在这个安全的基础上 又加了一个冒警的操作 就是我们的黑箱以后的 读取文件的省计日证 我们是通过卡布卡 再通过Flink实时的监听 然后分析用户读取文件的异常行为 如果发现异常就会像企业微信 暴起 然后暴起到环里面 好 整个过程 其实我们用到了 LF的两个核心功能 第一个功能是 它的统一命名空间 有了它 我们就可以把黑箱里面 和黑箱外面的 EGLAVA都挂在到LF上面 又不可以灵活地去选择 这两个 这两个EGLAVA层的空间去使用 然后第二个核心功能 就是它的缓组功能 可以看到我们模型训练的时候 其实是跨了机房专线的 如果没有Lensio 这个机房专线 就会很轻易地被打满 然后Lensio进行一个缓程 也是可以有效地提高我们 模型训练数据的速度 接下来来看一下我们上线 大模型训练以后的收益 首先我们是利用Lensio 做了一个统一的数据访问入口 并且给我们的模型和数据体 有了一些安全性的保障 也实现了数据体的精细化管理 最重要的是 实现了我们自研组件 扩展性的问题 因为Lensio的Work 它是可以无线的 几乎是无线的扩展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们整个大模型迭代的速度 就是提高了250% 这个250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一方面是Lensio 它实在是性能很好 然后达到了这个数目 另外一方面是我们的自研组件 然后很惭愧 这个自研组件是我开发的 它的性能不够好 然后比不过Lensio 所以它才达到了这么多的一个优化数目 然后优化数目大约是 我们以前要训练10天的模型 现在只需要训练4天 然后相当于把我们的GPU资源 节省了一半还要多 然后我们上线的过程 其实不是一帆风顺的 我们也遇到了很多很多的问题 然后在我们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 我们也对LensioField 进行了一些二次开发 首先是增加了语读逻辑 减少了顺序读取大红件 对LensioWorker的起律量 这是起到了一个加速读取的问题 第二个是我们利用两阶段提交 并发的写入HDIF 然后来加速LensioFields的写入 第三点是我们在Lensio中 兼容了HDIF的回收站 防止用户 物删重要的数据和模型 一旦他们删除了 可以通过回收站来找回 最后是我们修复了 写入HDIF的时候 Lensio的全限 现在会不一致的 这一些修复都可以 修复和优化都可以在社区里面 找到相应的PR 有的已经可能有的美好 但是都是在我们内部上线的 接下来进行我们的技术总结 我们利用Lensio 其实实现了很多功能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功能 其实是两个 第一个是我们的画源训练 它缓解了我们的专线流量 也为我们提供了高性能的管制 并且我们把Lensio 作为了一个多余训练的 通用解决方案 如果我们以后再去 扩展其他的技术 Lensio能够帮助我们 很快地进行一个上限 然后第二个比较重要的功能 就是说我们以零原生的方式 来部署Lensio跟GPU 机器绑定是没有增加额外的成本 起到了一个降本增效的 截止到目前 Lensio很强大 所以一上限就受到了 我们内部用户的一致好评 这也是它在我们内部 犹如蝗虫一般 快速扩大 扩大的原因 到现在为止 其实我们用Lensio只有半点 但是我们的集群已经有五个了 然后节点有三百个 容量有PBG 然后主要服务于底下五个场景 大元模型训练 推荐搜索模型训练 推荐搜索 模型上线以及实时 指导平台与数据集成平台 以及大数据的包困理平台 然后这一些场景 在我们的知乎专栏上都有分享 并且有两篇两万字长文 和一篇五千字的笑容 这里打个广告 还是希望大家去知乎给我们点个赞 然后我们对Lensio社区的贡献是 一共有18个一宿 然后PR有21个 然后有11个是墨枕 然后对外分享 Lensio的落地场景一共有三次 加上这一次应该是四次 后来我们 未来我们的计划是对Lensio 进行一些异步写的探索 然后压榨它的更好的一个性能 然后就是想尝试一下Lensio的新架构 它们的新架构 我知道我多了 然后我们也是非常非常的期待 差不多 最后就 因为现在大模型训练很火 所以我们也专门 Lensio社区专门退出了 助力大模型训练的一个训练计划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不多做介绍 那么我们是有信心 在一个比较短的 比如说三到六个月的时间 我们Lensio研发团队 有单独的支持 来对于我们大模型训练 进行降本增效训练速度的提升 那么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扫二维码 好吗 那么我们今天也讲就到这里结束 感谢大家 感谢我们 谢谢大家 感谢两位老师的分享 有没有同学想提问可以 说实意 你好 我是来自阿里云的张主佛 我对那个250%那个数字 比较感兴趣 是说你们训练的时候是IoBound 我们模型训练的时候 最开始是用我们的自研组件 然后我们发现 GPU它其实不是特别的繁忙 主要还是在等待Io上面 那你们后来就250%提升之后 那个Io和GPU的使用率又能击过吗 Io几乎是没有任何的等待的 然后都是GPU繁忙 然后GPU的使用率 那就得看业务的训练框架 所以这就不是我们的工作范畴了 了解了 那就是说 其实Io已经做到最好 对吧 对 Io已经做到最好 然后它其实能够达到本地 能满门一盘读取的大约90%的一个速度 然后基本上是没有Vlog 好的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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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ế 三 大